当地时间11月27日,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香港大学召开,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话题成为峰会讨论的热点。 多名中外科学家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此项技术风险不明,在伦理道德方面亦存在重大争议。 11月26日,深圳科研人员贺景辉宣称,其团队成功对一对双胞胎婴儿施行了基因编辑,使他们出生后既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婴儿,据称已诞生,若消息确凿,他们将成为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港科院创业院长徐立之表示,在贺建奎发表演讲前无法给予任何意见,但他认为贺建奎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峰会筹委会建议,只有在强有力监管框架下,才允许对基因编辑进行临床试验。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称,基因编辑技术并未完全成熟, 对婴儿未来健康影响不明,存在风险,对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他非常担心。 基本上我的观察是,这个事件可能就是科学家他希望走在最前,那个开创新的范围, 走到最前,跟从伦理跟规范的国际上面的公司有一个冲突。 那这个冲突为什么在这些好像比较熟悟了? 就是因为基因的改变系统是永久的,一代一代全下去。 而且现在的科技它能够准确地做基因编辑,那个准确度不是很清楚。 临床上面试验的证据也不是很清楚。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魏文胜告诉记者, 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与对成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是完全不同概念。 它涉及严重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是被严格禁止的。 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此都达成共识。 贺建奎没有任何权力,任何资格来做这件事。 都中国是禁止了,世界的大家共识也是禁止了。 而且它会造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我是觉得贺建奎,他是非常设计的属性基地来做这件事情的。 完全不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科学技术的突破, 完全是道德突破跟伦理突破, 这恰恰是不能突破的。 就是说不是我们能自,我们是早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做,对吧? 就是怕带来这种灾难性的后果,跟公众的不必要的恐慌。 魏文胜认为,基因编辑在未来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可以造福人类。 但他担心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在未来会因此被一刀切禁止。 这将使原本可在众多领域发挥作用的整个技术被蒙上阴影。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 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巴尔迪摩表示, 有关研究未发表, 并未经其他读者审阅, 事件不符合伦理, 他对此感到遗憾。 对待基因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认为, 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 未来应建立起伦理框架以评估科学、 医生和监管机构做出的决策, 建立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生殖系基因修改的管理安排, 希望国家能立法规管人类基因工程。 何景奎没有出席当天的峰会开幕里, 现场人士预料, 他或将于28日的峰会中发表公开演讲, 并公布有关试验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